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偶然其实都是命中注定 视为宿命 你所走过的每一段路 遇见的每一个人 做的每一件事 其实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你的命运 带领你走向不同的路 正所谓与什么人结伴 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进入什么圈子 就会拥有怎样的人生 循子劝学理写道 缝生麻中不服自直 白纱在孽 与之俱黑 意思是说 缝草长在麻地里 不用扶持也能挺立住 白纱混进了黑土里 就会变得和土一样黑 由此可见 环境对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甚至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走向 管理学有个名词 叫做黏鱼效应 在挪威 人们都喜事沙丁鱼 但由于沙丁鱼喜好群疾 生性懒惰 捕到活鱼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渔民们想尽一切办法 想让沙丁鱼活着到渔港 但常常事与愿违 然而有一条渔船却总是能捕到活鱼 直到后来大家才得知 这位船长每次捕鱼时 都会在鱼槽里放几条生性好动的鲰鱼 沙丁鱼受到影响后便会加速游动 促进了空气的流通 捕到活鱼的几率就大了很多 人也是如此 天生就有惰性 有的人因为心里有一个明确目标 所以靠自律就戒掉了很多坏习惯 但有的人变得更好 却是因为经历了一件事 或者遇见了一个优秀的人 前段时间 西北大学的一个学霸寝室上了热搜 本科四年里 住在一个寝室的六名女生 共获得十六余万的奖助学金 毕业前 六人全部考研或保研之名校 大家羡慕地说 选对宿舍很重要 选对室友更重要 同样登上头条的还有一对博士情侣 于苑和黄佩森同时毕业于清华大学医学院 两人从研衣到如今相恋五年 打算下半年结婚 于苑对着镜头笑着说 因为彼此陪伴 做科研时才不会枯燥 有一个积极上进的人在身边 他会陪伴你走向更大的世界 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而那时你一定会因为有这样的伴侣而更加努力 所以不论是恋人 朋友 同事 家人 真正优秀的人最终都是彼此成就 与智者同行 路自然宽 与高人为伍 走得更远 与凤凰同飞 必是骏鸟 与虎狼同行 必是猛兽 优秀的人就像太阳一样 为你带来光芒 当你逐渐适应了明亮 就再也不想回到黑暗中去了 知乎上有人提问 什么是做人最重要的品质 看到一个高赞回答说 遇到事情靠得住 责任面前有担当 信用永远是第一 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 靠谱 股神巴菲特在一次交流会上 讲过一个小测试 他问学生 如果让你选择买进某个同学10%的股份 你会选择谁 正常情况下 你不一定会选择最聪明的 也不一定是精力最充沛的 也不是家庭条件最好的 但很有可能会是最诚实的 可以实现他人利益的人 如果让你卖出某个同学的10% 你不一定会选择成绩差的 也不是最穷的 大多时候 你一定会选择那个过河拆桥 喜欢耍阴谋诡计 毫无诚信的人 所以能力的强弱 财富的多少 智力的高低等等 都不一定是衡量人最重要的标准 无论是生活上 还是工作中 和靠谱的人共事 才能求得安心 当你漏迫之时 他总会倾囊相助 当你遭人诬陷时 他总是信任你的那一个 当你遇到突发情况时 他定会陪你一起担当 不在你盛名时慕名而来 也绝不会在你低谷时 转身离开 言出必行 行必有果 以心换心 必得回报 网上有句流传已久的话 所谓靠谱的人 就是凡事有交代 渐渐有着落 事事有回应 成年人的世界 人心深不可测 能遇到一个可靠的朋友 实属不易 若有幸相伴 一定要珍惜 廖一梅的书里写着 人这一生 遇见爱 遇见性 都不稀罕 稀罕的是 遇见了解 网上曾有人 发起一个投票 不论结婚还是交友 你觉得必要条件是什么 最终票数最高的是 三观相同 彼此理解 与一个不懂你的人 相处的日常 是什么样的 你说情人节 别人能说到玫瑰 真幸福 他说 送花一点都不实在 还不如吃顿大餐 你说 假期有时间 就多去看看世界 他说 有花那些闲钱的功夫 还不如在家睡觉 你说 新上映的电影 赶紧买票去看 他说 电影院人挤人 在家看到版的 不也一样吗 你说 想学习一些新的事物 提升自己 他说 都一把年纪了 何必再折腾自己 罗宾威廉姆斯说 我曾以为 生命中最糟糕的事 就是孤独终老 其实不是 最糟糕的 是与那些 让你感到孤独的人 一起终老 世间所有的事 都可以取救 唯独感情 不能将就 人生不过 短短三万天 不如与一个 知你冷暖 懂你悲欢的人 在一起 远离那些 让你心里焦脆的人 知否知否 热播时 网上热议 小公爷的家庭 背景如此显赫 而且他那么 喜欢盛明兰 婚后 也一定会 百般宠爱他 为何明兰最后 却选择了顾颜业 很赞同一个回答 恋爱时 有人宠着就足够了 但婚姻要找的是一个 你不说 他全都会懂 你的想法 他会理解 并且支持你的人 显然 明兰没有选错 结局收获美满幸福 晚婚礼唱道 我在等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你在朋友圈 分享了一篇文章 每几个人点开看 但你发了一组生活照 却收到了无数点赞 其实更多的人 只会关心你的外在 而极少有人 却在意你的喜好 而这少部分的人 就显得弥足珍贵 正如刺猬的 优雅里说的那样 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 只有频率相同的人 才能看见 彼此内心深处 不为人知的优雅 生命里人来人往 但你总会遇见一个懂你的人 理解你的言不由衷 明白你的悲欢苦乐 待春去秋来 一生悄悄而过 拥有一个相知的人陪在身边 所有美好往事 都有了可以言说的归处 有研究表明 你最常接近的几个人的平均值 就是你的价值 和优秀的人一起前行 你会变得更优秀 然后走向更远的地方 和靠谱的人共事 世事都会平稳度过 每一步都会走得踏实有力 和懂你的人共度一生 这一趟人间 所有经历都是值得的 你的朋友圈 很大程度影响你的生活质量 也决定了你的人生格局 很喜欢村上春树 说的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属于 自己的一片森林 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 但它一直在那里 总会在那里 迷失的人迷失了 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愿你也能找到 属于自己的森林 所欲皆良善 所行画坦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